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金融巨头拥抱区块链 市场看涨 二 电商平台创新战略 股价飙升 三 健康照护科技进展 投资者健康赚 内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金融巨头拥抱区块链 市场看涨 好吧 同学们 请坐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当金融巨头遇上了区块链技术 市场的反应就像是看到了新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一样 无比兴奋 首先 想象一下金融巨头们就像是那些穿着西装革履 手持公事包的严肃大叔 他们在金融世界里走来走去 谈论住利率 股票 债券和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这些大叔们一向以保守著称 毕竟他们管理住人们辛苦赚来的钱 任何一个不慎的决策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 当区块链技术悄悄走进他们的视野时 这些金融大叔们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区块链 这个原本与加密货币如影随形的技术 突然成为了他们眼中的新宠儿 为什么呢 因为区块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记录和验证交易 这种方式既安全又透明 而且还能大幅降低成本和时间延迟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给金融大叔们发了一张免费升级到头等舱的机票 他们当然乐得接受 于是 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实验和采用区块链技术 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区块链平台 或者与区块链创业公司合作 探索如何利用这项技术来改进支付系统 清算和结算流程 甚至是发行数字货币 这种情况就像是大叔们突然坚决定要穿上超人的斗篷 尝试成为金融界的超级英雄 市场自然是看好这种变化 因为这意味住更高的效率 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创新潜力 投资者们开始乐观地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 预期这些金融巨头 能够利用区块链技术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 当然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就像超级英雄总 是要面对各种挑战和反派一样 金融巨头们在拥抱区块链的道路上 也遇到了许多挑战 包括技术整合 法规遵循 以及市场的教育等等 但是 正如我们所知 每一个好故事 最终都需要英雄战胜困难 而这些金融巨头们 似乎也准备好了迎接这场挑战 所以 同学们 当你们看到市场对于金融巨头 拥抱区块链的看涨情绪时 不妨想想这背后的故事 这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革新 更是关于一个传统行业 如何勇敢地踏出舒适区 并试图在新时代中 重新定义自己的故事 而我们 作为观察者或者参与者 都有机会见证这场金融界的 超级英雄大战 只是别忘了 即使是超级英雄 也有可能遇到他的克星 所以 投资时 还是要谨慎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商平台创新战略 股价飙升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时代的一个有趣现象 电商平台的创新战略 如何让他们的股价 像是喝了能量饮料一样 一飞冲天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些电商平台 它们可不是你家附近的小杂货店 这些平台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虚拟购物中心 你可以在里面买到从真线到汽车的一切商品 但是 随着竞争的家具 这些电商巨头们不得不变得更加聪明 就像是 在野生动物 园里的狐狸 得不断地找新招来吸引顾客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电商平台 是如何进行创新的 首先 它们开始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来分析消费者的购物 习惯 这就像是读心术 知道你想要什么 还没有开口 然后 它们会根据这些数据 来个性化推荐商品 这让顾客感觉 就像是有个私人助理 在帮他们选东西 接着 为了让顾客更快乐地掏钱 电商平台还推出了 各种快速配送服务 有的甚至承诺在 30分钟内送达 这就像是魔法一样 你点了机下手机 嗅一声 你订的东西 就出现代门口了 但创新不仅仅是在技术上 这些平台 还会举办 各种促销活动 比如双十一 黑五这样的购物节 让顾客的购物 车像是在健身房里 做了一番锻炼一样 变得越来越重 这些活动 不仅能吸引新顾客 还能让老顾客 兴奋地 像是在冰果游戏中 喊出冰果一样 当然 创新也有风险 有时候 这些电商平台 会推出一些 看起来很酷 但实际上 用处不大的功能 就像是给一辆马车 装上喷射引擎 看起来很炫 但可能马 根本跑不动 不过 当这些创新战略奏效时 股市上的投资者 就会像是看到了 新大陆一样 纷纷拿出钱包 这时候 电商平台的股价 就会像是 做上了火箭 直冲云霄 最后 我们可以说 电商平台的创新战略 就像是一场 精彩的马戏团表演 有时候 你会看到 高空走成的惊险 有时候是 小丑的滑稽 但不管怎样 观众总是能 从中找到乐趣 而当这场表演 做得好时 那些投资者 就会给予 最热烈的掌声 也就是 股价的飙升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健康照护科技进展 投资者健康转 各位亲爱的投资者 科技爱好者 以及对未来充满 好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让人既兴奋 又可能让你的钱包 变得健康的话题 健康照护科技的进展 首先 让我们来开一个小玩笑 你知道 什么是最好的投资策略吗 那就是投资于自己的健康 因为 健康是你最大的资产 没有健康 你的钱包 可能会瘦得 跟你的身体一样快 但是 如果你能够投资于那些 让我们更健康 活得更长久的科技 那么你的钱包 可能就会跟你的 收命一样 越来越厚 在过去的几年里 健康照护科技的进展 简直是突飞猛进 从可穿戴设备 到基因编辑 从人工智能 诊断到远程医疗 这些科技 正在彻底改变 我们对健康照护的 理解和实践 举个例子 可穿戴设备 已经从简单的 记不器 进化到能够兼 测心率 血压 甚至血糖水平的 高科技产品 这意味着 你的手表 不仅能告诉你时间 还能告诉 你什么时候 该站起来走走 或者是时候 减少咖啡因的摄入了 这些设备的数据 可以帮助医生 更好地了解 你的健康状况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预防疾病的发生 然后是人工智能 这个听起来 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技术 现在已经能够帮助 医生诊断疾病 比如皮肤癌 它的诊断速度和准确性 都在不断提高 有朝一日 它可能会比医生 还要厉害 这不仅能够 节省医疗资源 还能够让病人 更快得到治疗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 远程医疗 这个在疫情期 尖大放异彩的科技 它让病人 不用离开家 就能够得到 专业的医疗建议 这不仅方便了病人 也让医生 能够更高效的工作 这些进展 对于投资者来说 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健康照护行业的 市场规模 正在不断扩大 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 对于创新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大 投资于这些前沿科技 不仅有助于 推动人类健康的进步 也可能为投资者 带来丰厚的回报 当然 投资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但是 如果你对于健康科技 有足够的了解 并且能够精明地选择那些 真正有潜力的公司和技术 那么你的投资组合 可能就会像健康的身体一样 强壮而有活力 所以 各位 当我们在享受这些 令人惊叹的健康科技 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不妨也考虑一下 这些科技背后的公司 是否值得 你投资 你的金钱和信任 毕竟 健康的投资组合 和健康的身体一样 都是需要精心照料的 同学们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热门话题 金融巨头 拥抱区块链 电商平台的创新战略 以及健康照护科技的进展 无论是金融巨头 还是电商平台 他们都在努力寻找创新的方式 来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吸引更多的顾客 而健康照护科技 则带来了更便捷 准确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不过投资总是有风险的 所以在做出决策时 我们需要谨慎且理性 无论是金融巨头 电商平台 还是健康照护科技 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风险 我们需要仔细观察和分析 并选择那些具有持续创新能力 稳定成长的公司和技术来投资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对于金融巨头 拥抱区块链 电商平台的创新战略 以及健康照护科技的进展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这些趋势 对于我们的生活和投资 有什么潜在影响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讨 交流我们的观点和想法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